昨天中元节等于农历七月吉祥月已经过了一半了 持续要与您分享汇聚善念的真实人物故事 过去的他呢天天沉浸在酒池肉林当中 尤其爱品尝各式野味还染上了赌博的恶习 让七小事伤心不已 直到了认识慈季接近善知识逐渐调整自己的心态 从让家人失望的人变成了一位真正的好人 年轻时的李仁林很叛逆 抽烟喝酒还染上赌博恶习 一度让太太很痛心 没有回来的一个晚上没有回来 我把那个锁头换到完 换到完不要给他进门就可以了 当时的他也中口语 不论是天上飞的地上爬的 吃遍各种失惊也未 是因为在那个环境里面 工人也好 还有宣布的那个饭楼看工 大家都一起吃嘛 比如说像郭子梨啊 穿山架啊 蛇啊 出国营博 2011年水灿演绎 李仁林痛下决心改变 那个见细客有蛮多的那个图片啊几针啊 就比如让他杀蛇啊 怎样去剥皮啊 然后有时候就想他们就会痛啊 就慢慢觉得好像 好像不舍这样子啊 然后觉得那些痛就蛮可怜这样 一位陌生人的话更重重敲醒了他 一人戒赌 改掉恶习 李仁林花更多时间 广其善缘 吉祥月不遭恶业 不杀生 李仁林焕然异新 周遭亲朋好友也受到正能量的鼓舞 带一新闻 李佳佳 钟敬明 马来西亚报导